这28公分的凯莉包 那它是Epsom皮 要常说的Epsom皮、Togo皮、TC皮 大概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的购包心得 你买包有三、四个必要买的东西的类别 那竹窗上面的是展示品 没有在买 其实我觉得 嗨,大家好,我是Sun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今天Sunny了吗 又是大家最喜爱的精品开箱特辑 那相信大家看到我后面橘色的盒子 就知道我要开箱的是什么品牌 对不对 今天要开箱的是爱马仕这个品牌 今天开箱我会非常非常的幸福 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终于终于买到我心目中的包包 而且是在我的witchlist排名 第一名第二名哦 那我这一集呢 除了会开箱包包之外呢 我也会在后半段呢 分享我购包心得 另外一集呢 我才会分享就是我配或配了后面这些 配了哪些东西 那哪些东西是该配 哪些是不该配的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 分享给大家 好啦不多说今天呢就赶快来开箱 好大的盒子 开箱的是什么包包呢 等一下就知道啦 好我们就来把它拆开来 晚一点我会分享我怎么买到这个包 其实真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买这个包 而且我每次 其实这也是在国外买的 那我每次出国的时候都想说 我希望我在这次爱马仕能买到什么包 到或者在什么品牌店可以买到什么包 可是这次我就完全没有想到 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那大家知道我前一阵子去了一趟澳门嘛 澳门是免税的天堂 那我想说哎那就逛一下 好啦不多说 赶快来开箱 来 是什么包包 里面呢就会有一个 这个 然后一个包枕 把它包枕撑住 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大概就是各种语言的使用手册 就是保养手册 是什么包呢 好紧张 凯丽包 28公分的凯丽包 28公分的凯丽包 那它是absent皮 那我等一下呢也会稍微分享一下 它比较常说的absent皮啊togo皮啊tc皮 大概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是28公分absent皮内缝 马上要来拆给大家看 这边当下呢 我有请它帮我把推理绫绑上去 所以它就直接绑上去装起来了 其实 凯丽包呢 我为什么会一直想买哦 我觉得它是可休闲也可正式 但它跟薄金包比较不一样 薄金包会再次更休闲一点 来 把它打开来 里面呢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皮带 还有一个休闲的 等一下呢 我会来背大家看 看到了吗 哦 它里面还有一个锁头 但是一般其实 我应该是不会把它锁头放上去啦 因为就是锁头 因为放的感觉好像有更正式的 里面大概就是 一个拉链的 我看到拉链的 一个是 两个带子 那25公分呢 一个隔层 那28公分会比较大 所以它就做隔层 看到没有 两个隔层 好 我们来看它的容量 那我现在就是把我平常人放的 我就放我的化妆包 放进来 我的卡 钱啊 全部放在这边 再来 行动电源 护手霜 梳子 名片夹 这个真的很能装 丝纸巾 那 其实里面还可以放钥匙圈 其实很大 里面还可以放很多 那跟薄金包 比这个会要常这样把它扣起来 那薄金包 它是比较休闲 可以不用扣 这个就是扣来扣去 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把它挖到了皮质 这样子 对忘了讲 它的颜色是冰川蓝 有点镜黑色 然后是金扣 整个 其实真的很漂亮 它越看就是越好看 然后我本来是金 推理呢 我本来推理有一个是偏蓝色 就这样 然后有一个是红色 我觉得 蓝色是比较整体性啊 可是我觉得红色的话 感觉比较 比较跳一点 所以最终我是选红色 再来下面有四个卯钉 好看吗 我觉得它跟薄金包的话比较不一样 薄金包就要比较在随性一点 它这个可正式也可休闲 然后薄金包比较缺点 它要常扣 就是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选的这个是Epsom皮嘛 Epsom皮是比较光滑一点 你可以看到它的有比较光泽 光滑 那它也比较娇嫩 好 摸起来触感就像北鼻一样 比较滑 那TC皮跟Togo皮 TC皮它比较厚重 所以它的包包会比较重一点 那Togo皮呢 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 所以比较硬挺一些 所以我下次也许我 有没有Togo皮可以选 这个是内缝 其实你如果说从不要看包盖 要看包身 包身的话呢 就是可以分内缝外缝 那其实在凯莉包来讲 内缝外缝在保质性 没什么差别 如果薄金包的话 最好就是选内缝会比较好 外缝的话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那内缝呢 比较能装 保质性呢 主要就是看你的大小 通常25跟28都是比较保质的 太大呢 就是保质性比较没那么高 内外缝其实不影响它的保质性 再来就是三大金刚色 会比较更保质这样子 好 冰川蓝 好看吗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凯莉包 28公分金扣冰川蓝 我配的是比较跳的颜色的推理 这样子 那平常呢 可能就是不需要扣这个啦 就是可扣可不扣 那不扣的话比较休闲 就这样 让它放着这样子 它有配两个背带 一个是这样子的背带 它比较 还更休闲一点 就是不会那么的正式 那还有一个皮的背带 那我现在把它 弄上去来给大家看 好 你也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背带 背上去就是大概这样 还好还蛮 背带的长度刚刚好 哦 不会太 太 太长 这背带 那也可以 换皮的 皮的其实 我觉得皮的背带哦 有一个可惜点就是 它不能调长度 所以 可能它对我来讲 会比较太长的点 那我之所以会选择28公分 其实它现场也有 25公分的 薄金包 但是后来我选28公分的 其实主要理由就是 因为 25公分它可能手没办法 把手比较 比较窄 你可能没办法 就是冬天的时候 你穿大衣的时候 可能不好放进去 那28公分呢 就是比较 比较更好放进去 这样 可以再这样 背起来 我觉得有点长了点啦 它应该在 这样子 比较好 可是基本上 我觉得28公分 可能有点像 比较正式一点 背公式包 那如果说你侧背 我个人觉得侧背 有点太 太大了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最好呢 就是 手拎的会更好 我来讲一下 我这次的购包心得 这次在澳门的时候呢 我去逛 本来想说 要拍一个影片 跑三家 爱马仕这样 可是我发现 我跑了第一家 就 先买了一个 皮夹 我买了那个皮夹之后呢 我就 第二天陪朋友 再进去逛 逛逛逛逛逛逛 我其实本来没有打算买 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买了一个丝巾 那第一天的时候呢 我其实在逛皮夹之后 我有问他 有没有包 那他跟我说 没有包 后来我就 我就 第二天再去的时候 我就没有再提包了 然后但是我 我就隐约跟他说 都没有包很可惜啊 什么什么的 因为那时候是六日嘛 那我本来就知道说 六日有包的机会不高 他跟我说 也许礼拜一 他们也许会进货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包 因为我礼拜二才要回国 所以他说礼拜一看看 可是他讲了这句话 我就知道说 我礼拜一去 应该会有包包了 因为他就是 他没办法明讲 他就只能暗示的讲 好吧 放旁边 他没有办法明讲 他暗示说 也许 明天来看看也许会有包 所以我就知道 我就 然后我就问他说 明天几点啊 他说十点开门啊 那我就 昨天那时候呢 我 其实我没有一开门就进去 我大概中午的时候过去 我就很悠闲的吃个早餐 慢慢的 大概走过去大概十一点半 十一点 然后去的时候 有在排队 大概前面排两组人吧 也不会很多 不像下午的时候排的就很多人 后来就进去了之后 我就 SA是个男的 前面两次 两天去都是女生的SA 那时候是一个男的 我觉得还蛮年轻的一个男生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了 我说 我连续两天来 然后他们跟我说 今天会有包包 他就跟我说 好 那你电话几号 查我的消费记录 查完之后呢 他就说 你有想要什么样的包包吗 你心目中想 我本来一开始想要的是Lindy 我觉得那个是可信性比较高 那再来只因为有一个 那我想说 那我選Lindy好了 所以很实用这样 然后他就说 我说 你会不会有想要凯莉包呢 那我当然就眼睛一亮 我说 会啊 那是我第一愿望 那他就说 那我帮你查一下 然后他就说 我这边一两个 其实我跟你们讲 我觉得 大家说缺包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缺 是看 愿不愿意放出来给你 所以他跟我讲的包 其实有薄金有凯莉 只是说颜色不见得是你喜欢 因为他讲了一些颜色 我就并没有很喜欢 那他就直接说有凯莉包 我就说好啊 好啊 我当然喜欢 他说好 那他去 可能要申请看看 让他去问看看 那他在问的时候 他就说 你要不要去去看衣服 他其实就暗示你 因为其实如果你买包呢 有三 三四个必要买的东西的类别 那之后我这个会再分享 然后他就暗示你要不要去看衣服 后来就看了衣服啊 他其实也有薄金25 但他的配比较高 因为越小包配比会越高 但我后来考量之下 最后呢 我因为颜色啦 一方面也是颜色 那时候他给我选的 好像有一个亮红色 其实我不想那么高调 太亮了 他 而且我还要讲一个 他这个在橱窗上面哦 那其实我每次去爱马仕 他跟我说 橱窗上面的是展示品 没有在卖 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没有在卖 而是他要不要给你包包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橱窗上面 一开始跟我讲的 第一天吧 跟我说展示 然后他们是不给背的 然后我说 那我其他的In the loop 就有都背 其实像这种薄金凯莉包 他们是不给试背的 所以中间的 我挂在橱窗上 然后是玻璃挡起来 然后是在上面一点 所以他就直接跟我说 这个可以给我 看配货的东西 达到一定的份才能去申请 看主管可不可以给我这个 Open这个包包给我 所以我觉得 之后我会再分享啦 就是说怎么挑选SA 因为这也是我的经验 一般我们都会找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资深的 可是我觉得资深 因为他手上太多客户 他可能真的不需要你 就算你在买什么 多少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他不见得 够得给你包包 年轻呢 他可能全线有限 他去申请 可是至少他很愿意帮你 因为他需要业绩 他很愿意 其实他在一直在帮我 我可以感觉的出来 这个之后我会再分享 我最后呢 是买这个包包呢 大概是快要1比2的配比 本来跟我说大概1比67就可以 可是最后他们主管不愿意放行嘛 一直希望我再买一些小东西 之后我会再开箱给大家看 好啦 那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支凯莉包 那我开箱分享给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不觉得好看 冰川蓝 我还以为是淡蓝色 我说我不要淡蓝色 就后来在厨房看 他激进黑色 然后有点光亮 我觉得整体来向是很不错 希望呢 我呢 之后呢 再想更多的包包 很花钱 希望呢 你会喜欢这一集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频道呢 请记得订阅今天上你的妈 那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开心 开心 拜拜